我們來看一下就是如果你匯入的是PDF或者是那個PowerPoint 不過如果你要用PowerPoint因為我們裡面有中文字對不對 所以你一定要記得要把什麼你的布景主題一定要先選擇中文的 不管進來會變什麼會變亂碼 好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那如果是PDF的話呢他就會 每一個頁面就是變成一個slide 好就是一個slide那你可以看一下大致上的畫面會像這樣子 會PowerPoint進來的時候他會有幾種PowerPoint呈現的方式給你選 就是比如說你如果是預設這種他就照這樣排列看你有多少張就排成多少個 你可以自己選擇 另外如果你是 這個是做好的我給你看一下實際上執行的成果大概是像這樣子 你可以看到這個會進來那我的簡報呢就在這邊 在剛剛這邊 在這裡 所以 有沒有會像這樣第2張是正常的 第1張有沒有發現還是有些文字跑掉 對不對所以你還在做處調整 所以我 沒有很鼓勵各位 一定要把PowerPoint會進來 畢竟這樣其實還不是一個 很好的方式那再來呢我們來看一個 就是 如果你是PDF 一般來講有些時候我們的文件是會用PDF方式呈現 但是這種方式通常你就不會在簡報裡面直接做 可是我們在Place倒是可以 倒是可以 因為你 比如說像這個 各位 應該已經過了這個階段了吧 初練那件小事 因為這個是一個高中的數學題 好排列組合 那這個呢 如果你要這樣看是不容易看可是我可以放大來看有沒有 這樣子就看得很清楚可是他是一個PDF 好他是一個PDF 那你可以像這樣就把它 變得比較大一點我們再看就比較容易 好那 另外呢 我們往下看 下面還有一張 還有一個 好題在這裡 排列組合 因為有一部電影他在講這個 我相信那個那一年各位都有看過吧 那一年應該有看過這是泰國版的那一年 所以 你如果是YouTuber 直接插進去之後 直接在裡面放 平常我們簡報裡面比較少 是會放影片 通常另外播嘛 因為效能比較差 可是你在這上面就直接播 那 因為是YouTuber影片所以不站什麼 不站在你的100Mbps裡面 他只是一個link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你想要插入 這個所謂的 PDF 或者是 PowerPoint從哪裡 從這邊 有沒有看到 PDF video 從這邊去選而已 當然事實上他也支援Flash 如果您會Flash的話 你做好的動畫也可以直接放進來 也可以放進來 他也是從這個PDF 他只是沒有名講 是從這邊而已 但是你可以從這邊去選 從這邊選 把你的Flash 就直接叫進來 你看PowerPoint在這裡 有沒有 這樣了解了 好OK 所以 你如果 想要插進去的 可以透過這個方式稍微試看看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剛剛那一個 插入那個叫做 Friend 我們平常標準的 我先換一個形式好了 你看這裡 我把它換一個形式 就換成這一種 平常標準的就是 不管你擺在哪裡 比如說我擺在這邊 然後幫他旋轉一下 假設我在這邊幫他旋轉一下 我現在是歪歪的 對不對 但是不管你怎麼轉 好假設 最後一個在 我點到這裡 有沒有發現他一定會自動轉正 反正管你怎麼轉 我只是排列上整張 看起來像這樣 但是只要到那一頁 他就是自動變那麼大 變那麼大 萬一如果你 我就不想要那麼大的範圍 我還希望 稍微能看到旁邊 有沒有 怎麼辦 這個時候還是編輯路徑 假設你看 假設我就希望他大概是在這個位置 好我們希望 這樣子 那你就可以先把你的位置 先調整好 角度先調整好就按編輯路徑 直接從怎麼樣 從下面你看 有沒有叫 Add current view 就是不管怎樣 我就是要這個 這個角度 按一下 他就會自動增加一張進來 有沒有就這個角度的 所以標準的超路徑任是不管你怎麼轉 他一定會轉正 但是如果有些人就喜歡歪歪斜斜的 就是這個效果他覺得 比較OK 所以你可以 先調整到你覺得 OK的角度之後再把它加進來 那這樣離開他 所以你點到這邊 這個沒問題 點到這裡 他就是照你剛剛的那個角度 下去了 這樣清楚了 所以我們稍微補充一下 讓各位了解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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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